男学生下车才走没几步 脸直接撞上了 旁边店家门口一根悬空的铁柱 差点就戳到眼睛 痛到弯腰无法起身 家长吓到魂都快飞了 立即冲下车关心 将儿子送一急救 左眼下只差1.5公分就到眼珠了 我那时候真的是快被吓死了 怎么会有铁柱悬在空中 六日下午1点多 家长把车停在花莲市和平路路边 让18岁的高中生儿子下车去上补习班 路旁空店面班走后 遮雨棚架却没有拆除干净 留下长长的铁架悬空在人行道上 男高中生不小心撞上铁架 差点戳到眼睛 眼皮下与额头鼻梁都有受伤 脸上缝了好几针 18地附近都是补习班 很多学生会出入 铁架悬空在店门口非常危险 建设处表示 屋主没能尽责维护建筑安全 违反建筑法规定 已经让店家立即处理 就是怕再酿成意外 记者六家王阳花莲采谋报道 最后的联系最后的联系 提光是五家王阳花莲采谋的 我们这期待会上做了